苦难不断地在寻求 可是神在历史中掌权 他就看得非常的清楚 人的挣扎 他看到人在一个环境里面 他们寻找一个能够带领他们的人 当他们看到附近的人 都有一个领袖来带领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羡慕 希望他们中间也有一个王 有一个君王出来 可是神就告诉他们 当你们寻求君王的时候 你们就会陷入人类历史里面 不断重复的一个悲剧 就是君王总是逐渐地 会把自己的地位提高到一个地步 君王要取代神 人就会抗拒 人抗拒的方式 就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取代君王 所以我们看到人类历史里面 当有机会的时候 就希望从一种极权的制度 能够转移到民主的制度 所有的一种政治制度 不论或者是极权的制度 或者是民主的制度 到最后却都是同样的结果 就是权柄都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 即便今天在美国 从表面上来看 是一个很民主的制度 但是其实权力还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 我们只要看每一次的选举 有多少比例的人 他们连选得连任就知道 因为已经形成一个 以自我为 就是维护自己利益的这一种的制度 很有趣的就是 在80年代的末期 当西方热烈的庆祝 世界各处的共产政权 尤其是因为苏联 逐渐的好像要解体 所以西方就一直庆祝一个民主社会的得胜 好像共产主义的政权 一个接一个的要瓦解 所以就畅言证明 说民主制度才是这个世界 最有效的治理的方式 可是在1986年的时候 在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一位教授 叫做James Buchanan 他是经济系的教授 那一年他得到诺贝尔奖 经济学奖 他之所以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是因为他的学说有相当大的贡献 他是研究公共政策决策的 就是Public Policy的Decision Making 而他最主要的一个论点就是说 在一个民主制度社会里面 不论是掌权的还是这些立法的 每一个人最终都在寻求他自己最大的益处 这就是他研究的主题 那为了他研究的这个结果 诺贝尔委员会在1986年的时候 给他诺贝尔奖 即使是在民主社会里面 即使这些的议员 这些的执政的 最终都是为自己的利益 那我们今天发现 有人说 今天这一些的国会议员也好 参议员也好 他们不是为了要治理国家而竞选 他们是为了竞选而竞选 所以他们当选以后所想的下一件事情 不是怎么样解决我们的问题 而是他们怎么样做能够连选得连任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 我们觉得有一种很深的无力感 我们觉得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我们想说现在面临这么大的 这么多的问题 经济上的问题 但是好像国会一点解决的能力都没有 只是在那一边斗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 在神的眼里来看 一点也不奇怪 在历史的角中里面 我们已经看到 我们想要解决经济上一个财富平均的问题 我们发现说 经济上财富之所以没有办法平均 往往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土地分配的问题 因为财富是从土地出来的 财富还是从土地里面出来的 在早期的时候 因为是一种极权的社会 因为是一个君王 来贵族来管理的社会 不论是在中国 在西方 在各个地方 当君主 当贵族来管理的时候 土地当然不断的越来越集中 在这些执政掌权的人手里 所以到了17世纪 18世纪的时候 欧洲的这个反弹 到最后就带来 马克思跟恩格斯 所提出来的土地改革的方案 就是说 靠着人自愿的方式 这些拥有土地的人 不可能放弃他们的权利 所以只有留学 才能够夺回这些土地来 所以他们就提出共产党宣言 或者说共产主义宣言 认为土地必须要重新分配 财富才有可能重新分配 好了 这个理论在中国 实验了多少年 今天中国的财富 是越来越平均吗 不是的 越来越平均 而这30年来财富 巨大的差距是怎么来的 就是土地 就是土地 土地的分配 还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 所以不论是土地私有制 还是土地公有制 土地私有制 我们过去批评 我们批判 所以因为是私有制 所以逐渐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 有办法有钱了 他就买地 买地的人 他就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断了 他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断增加 他就买更多的地 买更多的地 他创造财富的能力就更大 不断的循环了结果 地就集中在少数地主的手里 当土地公有化实施之后 好像我们解决了那个问题 可是实际上 做决策的人 决定土地如何分配 如何使用的人 还是少数人 所以不论是土地私有 还是土地公有 都解决不了财富分配的问题 因为人离开神 想来想去只有这两种方法 当然回到神的面前就想起来 土地既不是私有 也不是公有 神说土地是我的 既不是私有 也不是公有 神说每五十年土地要重新分配一次 因为分配下去 有的土地就是比较好 有的土地就是比较差 你分到比较差的土地的人 你就是比那个 分到土地比较好的人 工作辛苦 你比他聪明 你还是受到很大的限制 过了几年以后 人家的收成就是比你多 你怎么办 所以土地总是 要不断地重新分配 财富才能够重新分配 可是人离开神以后 不论是有什么制度 人总是以自己为中心 人总是寻求自己的利益 不论是什么制度 财富都会越来分配 越不平均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世代财富的分配 总是越来差距越大 在封建社会里面 解释就是说 这是因为老圈有眼照顾我 就是叫做报应神学 可是近代的解释是怎么样呢 一样的 逝者生存 劣者淘汰 就是我们所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当财富一重新分配 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 我们总是有一套的说辞 来justify 来证明说 我们拥有局道的财富 是有原因 有道理的 这就是一个领导者的失败 神看到在人类的历史里面 不论我们选出多个聪明的领导者 不论我们选出多有能力的领导者 当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偏离基督的时候 人的社会就不断地越走越偏 越走越极端 本来我们希望追求一个和平 一个大家都过着很丰富 很和谐的生活 却越走越极端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人与人之间的仇恨 也就越来越尖锐 贫穷的人就近度有钱的人 有钱的人就看不起贫穷的人 人追求一种和平的共存 和平彼此帮助彼此扶持 彼此相爱的这种和谐社会 可是却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所以神看到在人类的历史里面 不论我们在寻求 怎么样的一个领导制度 我们总是找不到 不但如此 神知道领导者不完全 也就为我们设立了代求者 在以色列的时代 神设立了祭司来为老百姓代求 当祭司为老百姓代求的时候 神就干预 神就干预 神就拯救 神就垂听 那万一祭司为老百姓代求呢 如果祭司认为 这些领导者之所以有权 之所以有钱 是应该的 以至于他们所服事的 就是这些的领导者 让老百姓怎么办 老百姓怎么办 今天我们选出这些的立法 的一员 原因是希望他们能够 代表我们 跟行政机构 有一个均衡 有一个抗衡的机制 但是如果我们选出来的这些 代表我们的人 也只是为他们的利益着想 那谁来为我们来着想 神兴起了祭司 神设立了祭司 但是这些祭司在以色列的时代 他们没有办法去体会老百姓的挣扎 他们没有办法去体会老百姓的 这种的苦难 因为他们已经跟权力机构 结合在一起 他们所服事的是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所以他们不懂得为老百姓来代求 甚至认为那些受伍的老百姓 是因为神惩罚他们 反复他们是罪有应得 这叫做报应的神学 所以连祭司这些要为老百姓来代求 为老百姓来设想的这些的人 他们就逐渐地把神的戒命 一些很具体的做法跟观念 逐渐地演变成了一些抽象的观念 什么叫做敬虔 对祭司来讲已经是很抽象的观念 什么叫做怜悯 对祭司来讲已经是很抽象的观念 如果一个领导者 一个代求者 他们都不为老百姓来着想 那保百姓怎么办 这就是当时在以色列的问题 这也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在以色列那个世代 老百姓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只好靠自己 多少的人就在那一个时候 就想要去寻找更好的地方 我们这次看到人好像羊群一样 好像羊一样 那神在以色列人中间 设立了牧羊的 包括有君王 包括有祭司 神也拆解先知到他们中间 来宣告以色列人的不是 可是当人离开神的时候 不论是君王 不论是祭司 不论是先知 跟着来复华 在历史中掌权的时候 你看到 在每个世代里面 百姓都在寻求更丰富的安定的生活 他们希望领导者 不论是君王还是政府 能够为他们提供更美好的生活 然而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一样 人类历史中 政府都无法持续地来维持这个使命 因为人离开神 所想的就只有自己 不断地尝试 不断地失败 不断地寻找 总是离不开人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人离开神之后 就是知道以自我为重新 人好像阳心 在没有草吃 没有水喝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地就要去找 去找哪里有草吃 哪里有水喝 我们就离开阳心 我们自己要出去找 因为他带领我们的 没有给我们草吃 没有给我们水喝 我们要的安全感没有 我们要的稳定性没有 我们所要的 心里面的平安 生活的平安没有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寻找 我们就要去寻找 我们追求要更美满的生活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得不到的时候 我们要去寻找 所以我们就来到美国 我们来到美国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地方的草 比较轻 比较云 这地方的水比较干净 但是我们看到多少的家庭 当他们在彼岸看子岸的时候 这里是美好的 一到来到这里以后 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多少的年轻的家庭 来到这里以后 他们失望 不拎破裂 他们的家庭 就如同一个朋友所讲 在彼岸的时候 什么都有 就是没钱 来到这样以后 就是有钱 其他什么都没有 然后出现 有的人要回去 就是回归 还是家乡好 在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 可以发挥 我们的恩资 还是回去好 多少的回去以后 还是一样的经济 家庭 没有办法回去下去 好像羊不断地在找青草 好像羊不断地在找水 到了一个地方 好像是很好 但是发现 久了以后发现 真不是那么一回事 当我们去找草食 当我们去找水 结果就是羊群自散 偏心几乎 而我们到了一个地方 神指出来 即使在羊跟羊之间 还有很多的矛盾 还有很多的矛盾 肥的 壮的 他们要占据 那一片的地方 他们就欺负 那些瘦弱的羊 是 人跟人 本来就不公平 本来就不公平 BOK 是那一句话 对我留下 很深刻的印象 Life is not fair Get over it 人生就是不公平 想太一点 有的人生下来 就是比较聪明 他的个子就是比较大 有的人生下来 就是比较漂亮 有的人生下来 他就是比较 讨人喜欢 就是不一样 有的人生下来 他家里的条件 就是非常好 有的人生下来 他家里条件 非常的差 而他生活的环境 也是非常的差 人生就是不公平 可是当人 离开神之后 人就利用这些的不公平 来扩张自己的地盘 那些生在条件好的家庭里面 不但要扩张自己的条件 他要骨骨 所以地上的资源就是这么多 他就只好 或者说选择的 就是欺压那些收入 欺压那些收入 神要干涉 神要什么话 因为神的心 在所有的人身上 难怪当年 主耶稣看到犹太人的光景 好像养没有路人的时候 他就动了怜悯的心 他看到人一直在绕圈子 一直在绕圈子 一直在寻找 一片青草地 一直在寻找 那清水 那是找不到 神告诉我们 祂是我们的大物 大卫 对神有一个很深刻的理解 所以刚才我们读大老 四天二十三天 大卫一开口就说 耶和华是我的务者 我必不知缺乏 他说 是祂使我躺落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河安歇了水边 我们的神 是一位像牧者般的君王 祂牧养祂的百姓 祂不想吃祂的百姓 祂牧养祂的百姓 而今天我们的神 耶和华神 正在寻找祂的羊群 祂在寻找 祂知道说 我们上去各地 我们已经不认识祂了 我们已经不认识祂了 但是祂知道 当祂来寻找我们 呼唤我们的时候 我们能够 因着祂的呼唤 来回应祂 因为祂在我们的心里面 都曾经放下了 祂自己的灵 让祂的声音 领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灵就会苏醒过来 我们就会有反应 我们听到祂的声音的时候 我们能够像醒过来一样 明白祂就是我们的神 看来我们中间就如同 主耶稣在孤家福音里面 所讲的比喻 祂说 在众生里和罪人 都哀敬耶稣 要听祂讲道的时候 法利塞人和文师 底下议论说 这个人接待罪人 又跟他们吃饭 耶稣就用比喻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 失去一只 不把这九十九只 撇在荒野 去找那失去的羊 知道找着呢 找着呢 就万万岂兮兮地 扛在肩上 回到家里 就请朋友颜色来 对他们说 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一起欢喜吧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 违改 在天上 也要这样 为他欢喜 叫一位九十九个 不用违改 一人欢喜 神要从各处 来把他的羊 拧出来 他到各个地方 去寻找 神说 必从冠名中 这里的羊 不只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 指以色列人 在这里 神讲到万民之中 去寻找的时候 他其实是告诉我们 是的 从以色列人中间 我们要看到 一幅更大的文化 就是神要寻找 所有亚当的后裔 把他们带回到他的家去 他要寻找 所有照着神的形象 按着他的量子 寻找的人 他要领出他们 他要聚集他们 他要领导他们 就像在十三节那里所讲 他说 我必从万民中 领出他们 从各国内 聚集他们 引导他们 归为父母 我们都是神 从不同的地方 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原先 大概都不认识 神把我们 招聚在这里 来见证 他的恩典 来见证 他的心实 他把我们 从不同的地方 带到一起 聚集在 这一个地方 并且 要让我们 这样子的聚集 看到一个 更大的理想 就是当年 以色列人 怎么样要从 巴里伦被神 带回耶路撒冷 甚至 从世界各地 带回耶路撒冷 就像以色列 在1947到48年 复活之后 世界各地的 犹太人 就逐渐 回到 耶路撒冷 回到 那应许之地 神给我们 一个印证 神给我们 一个印象 就是有一天 人 或者神 要从万国万民之间 把他的百姓 聚集 这一次 不是回耶路撒冷 还是一路回到 神的家 一路回到 一页园 我们当初 受造的地方 就是神的家 在那里 神重新 创造天地 要把他的百姓 带回到那里 来管理 他受造的天地 所以今天 神在寻找 他的羊 神 向我们呼召 他知道 若是 他不来寻找我们 我们 怎么样 都找不到他 但是 当他来寻找 我们的时候 我们 就可以寻得见他 这是他的应许 他知道 当他来寻找 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灵 醒过来 我们可以听到 他的声音 不但如此 我们的神 也要牧养 他的羊 就从他 今天 在牧养 我们一样 牧人知道 哪里有草 牧人知道 哪里有水 不但如此 牧人知道 哪里没有野兽 哪里没有狼 哪里没有牢物 即便 有野兽来了 牧人 能够 保护 他的羊群 神说 失败的 我必寻找 被逐的 我必领回 受伤的 我必残过 有病的 我必医治 那些 为什么会失败 因为 我们的地上的 这些领导 或者是那些 为我们呆求的人 只顾他们自己 不顾我们 所以我们就散了 我们要去找 我们的草 我们要去找 找水 但我们 照着就 就迷失了 我们不知道 到哪里去 我们只知道 这里没有 所以我们要离开 离开以后 去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跟着说 羊就是这个样子 羊其实也不知道 到哪里去 只是被迫离开 神要把我们找回来 因为他知道 哪里有草 他知道他那里有草 他知道他那里有水 并且是活水 是永留不尽的水 他那里 是最嫩的草 要给我们 那些被逐的羊 为什么会被逐 因为那些肥的 那些壮的 要占据 那所有的草 那所有的水 就要把瘦弱的羊 赶出去 那些瘦弱的羊 好不容易找到草 好不容易吵到水 又没有可能 留下来吃 喝 又要被赶走 神要去把他们 给领回来 神要去把他们 给领回来 受伤的 神要来残活 一 有病的 神要来医治 不会把它丢在框田 身体的伤 还容易医治 心灵的创伤 有谁能够医治 有多少的人 因为被这个社会 所排挤 因为被这个社会 所弃绝 以至于他对生命的看法 就非常的暗淡 非常的软弱 活着 有什么意思 这样的人生 要把他们找回来 有的人 在这个社会 碰到太多的苦读 太多的公平 以至于身上 满了伤痕 没有办法跟别人 来苦入心中的感受 没有办法接纳别人 因为也不认为自己 会被别人接纳 神要把他 找回来医治 神要把他 找回来残活 一直到今天 神在我们中间 牧养他的羊 我们怎么知道 神的应许已经应验了 因为神所说的话 在耶稣基督身上 已经应验了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 第十章 六章 六节到十节 主耶稣将这比率 告诉他们 但他们并不明白 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门 所以在 我以前来的都是贼 是强盗 羊却不听他们 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 盗贼来了 无非是要偷窃 杀害 鬼怪 我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若是故宫 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他看见狼来了 就撇下羊逃走 狼抓住羊 赶散了羊群 故宫逃走 因为他是故宫 并不顾念羊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一样 并且我为羊舍命 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个眷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成一群 归一个牧人 我们怎么知道 耶稣基督是神 所设立的牧人 因为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 就应验了 神指着这样的一个牧人 所要成就的每一个预言 神知道我们的信心软弱 我们对神的认识无知的 所以神仙界的先知告诉我们 如果是从我来的牧人 他必须要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所以主耶稣从出生之前 到他的出生 到他出生的地方 到他出生的时候 到他的成长 到他的事工 每一件的事情 都必须要应验神所预言的 让我们知道 他来不是偶然的 他来不是偶然的 是照着神的计划而来的 而这一位牧羊人 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 所要成就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为羊的缘故 被钉在十字架上 让他的宝血遮盖所有的羊 让这些的羊 在神的眼里成为新造的羊 成为新造的人 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耶稣基督 我们的大牧人 来到我们中间 最困难 最伟大 最荣耀的一件工作 就是为我们 被钉在十字架上 从出生的第一天 他就走上这一条路 弟兄姊妹 各位朋友 耶稣基督 今天在我们中间 来牧养我们 失伤的 他来寻找 被逐的 他把他们领回来 受伤的 他来残果 有病的 他来医治 我们都曾经是失伤 我们都曾经是被逐的 我们曾经都是受伤的 我们曾经都是生病的 但是我们的神 因着爱的缘故 他来寻找我们 他让他的独生子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叫我们能够归回 我们不用在这地上 再去寻找青草地 我们不用在这地上 再去寻找那水源 因为那活水的泉源 已经淋到我们 住在我们里面 而他供应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生命在他里面 得到重建 因着他的爱 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 弟兄姊妹 各位朋友 神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不需要再流浪 我们不需要再四处 找草来吃 就让我们不要再偏行几路 我们不要再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就把我们自己 陷在愁苦里面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在神以外 我们一无所有 在神里面 我们一无所缺 我们不要一手抓着神 一手抓着世界 因为世界的东西抓不完 总有一天 我们要把抓着神的手给放掉 来抓世界的东西 世界的东西抓不完 让我们把世界 抓着世界的手放掉 让我们两只手抓住我们的神 我们的牧者 我们的神 我们的好处 不在他以外 让我们 以一首诗歌 来回应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我们的一个人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